那有11位朋友这个问说 想要听教育改革的议题啊 很棒 那不过到底要是教育改革哪一部分呢 我自己小的时候听到教育改革 我想到的大概主要都是 现在会叫实验教育 那我们那个时候是叫做自学嘛 在家自学 机构自学 团体自学等等 我自己是14岁的时候 那时候就跑去跟我的校长说 我现在找到一个很有趣的研究题目 就是为什么在网路上 大家可以很容易的一拍即合 但是又很容易一言不合 就是所谓的swift trust and distrust的这个题目 那在当时1995年 其实资讯社会学等等的学们 都还没有非常的确立的情况下 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研究这个题目 但是我就知道 全世界的朋友对这个都很有兴趣 反而是我们的国中也没有在教 那我附近的大学也没有在这儿教这堂课 所以我就跟校长说 我大部分时间是要在网机网络上面去做研究 那这个很花时间 所以我不想一天只花下课后的8小时 我希望连上课的那8小时也可以来做这个研究 一天要16小时 后来校长听了 然后他就说好啊 那没问题你明天就不用来我学校了 然后所以我就等于就当场中处 但是在校长的保佑之下 那在当时我或者是曾亚尼全班我们有几个人了 大概都是在校长保佑之下去进行了自学的工作 那后来就发现说我们这样子自己找到题目 然后自发的去跟全世界互动的这个做法 说不定在体制里面的学校也可以去使用 那就不一定是实验学校 就是所谓的教育实验 不一定是实验教育 那所以后来我们在所谓的体制外的这些想法 那我也担任了12年国教课法会的委员 我们就把它写进了课纲里面 所以在新课纲里面 可以说是已经把前一个阶段实验教育试出来 因为实验不一定成功 就比较成功的部分 自发互动共好等等的这个部分 不是用外在的这种评量 人跟人的竞争 而是用内在的素养 就是你自己找到什么方向 你就赢在起跑点上 因为没有别人跑你的那个方向 反而是说各个地方不同的人 想要解决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把它聚成这样子一个学习圈 而不是每个班级的人 好像硬要在固定的跑道上面去比此 互相比下去等等 那这个大概都已经写进了新课纲里面了 那如果问我说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 哪些可以做的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现在在这两年的疫情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这个跨界 跨领域跨世代等等的学习 我刚刚是说要解决同样的问题 会有相同的价值 那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现在全人类整个地球上面 大家都面临相同的问题 有类似的这个挑战 那我们这边想到的一些做法 像刚刚提到的这些 口罩实名制等等的做法 大家都可以用 全世界都可以用 所以在以前可能关心气候变迁的 可能是住在比较小的岛上 或者是说他们那边的农作 或者是生活环境 很容易一下子被气候影响 但是在住的比较大的规模地方 可能就觉得 这个禁令啊 减碳可能是下一个世代的事情 在疫情前是有一种 不同的urgency 就是每个人的急迫感 是不一样的对于这个题目 但是因为疫情在每一个地方 跟另外一个地方 不管中间差几个时区 大概都只有两三个月的差距 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 或他们现在的状态 那但是我们都可以去想说 我们三个月前 他们三个月后 会不会是类似的状态呢 所以就变成是全世界的学习圈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解决 全世界共同的问题嘛 那就有全世界 共同学习的这些社群 所以我觉得 未来会越来越多的是 可能就只受自己的作息时间 跟时区的这个限制 但是不再受 就是你能够找得到 哪些学习资源的限制 因为有这个疫情 全球一起协作 一起学习的这个经验 那在未来各种各样的题目 不含刚刚讲到 气候变迁的题目上面 就更容易通过 所谓的允许发展目标 去找到一起解决问题的一些伙伴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大概未来可能就不会再说 分科分什么的 而是说 那你到底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扣合到哪些永续的价值等等